刚刚是针对一个段落 因为我现在游标是不是落在这边 然后去设定它是靠左对齐 可是如果我想要针对所有的段落 所有的段落都设定左右对齐 那首先你要知道什么叫左右对齐 我以这个范例 我以这个范例来讲 什么叫做左右对齐 首先你要先知道一个段落的选取 什么叫一个段落的选取 因为我最终极的目标是把所有的段落都设为左右对齐 所以我拆成几个小部分 第一个段落的选取 点一下是选到一行的段落 点两下是选到两行以上的段落 有看到吗 那请问你点三下是什么意思 全选 一二三 可以吗 好 所以针对这个段落你在它的左边点一下 它就把这整个段落选取起来 那在这种很多行的段落前面点两下就选到这一个段落了 那还有一种方式是怎么选 点在段落的前面点三下 那就把所有段落都选取起来 所以点一下是选到什么 一行 点两下呢 一段 点三下 全部 好 所以记住 点三下 接下来 您有没有发现 这边左边一定对得齐齐的 对不对 请问右边有没有对齐 没有 所以你会不会希望左右都对齐 如果你希望左右都对齐 你看右边是不是齐了 至少相对比刚刚齐很多了 因为有中英文的关系 好 所以至少比刚刚齐多了 对不对 有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齐的 可以吗 这就叫左右对齐 可是不是针对一个长 多行段落的最后一行来定义哦 而是指 假设这是多行的段落 左边是切齐的 右边除了最后一行 其他的几行 他右边是切齐的 可以吗 这就是左右对齐 所以您觉得左右对齐 这种方式好不好 应该相对比较好 对不对 如果你不想要左右对齐 你可以在左右对齐这边 再点一下 对不起 应该是说 我假设想要恢复 靠左对齐 你就点靠左对齐 靠左对齐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先学 第一阵事情 在随便一个段落的左边 点三下 是不是全选 然后接下来要点 左右对齐 我会有等于 别忘记了 我会有等于 对齐